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木门施工程序的重点 木材一定要做防虫和烘干的处理 木材含水率 必须符合施工章程的标准 在装矿之前 先要刷好框背防抑油 门框下面就一定要加钉横撑 固定门框的宽度和曲齿 固定门的木间 等门框了水泥硬化之后 才能拆走 三合板用来做保护门框角位 检查门扇三面的空隙 以确保没有自开自关 防火石心门及门框 必须符合防火门测试的标准 要确保门扇和地台的距离 必须符合规格 根据图纸的预留门边压条 门边压条的宽窄要一致 门边压条两边 必须紧添泥浆和门框 套装门就一定要在墙身和地台 完成了水泥工程后才可以安装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